几乎在弹指一挥间便有数以十计的生灵尽数暴力而开 瞬间死绝 无数白骨飞射而出 形成一条条白骨大河融入了半空中一团漩涡之中 无数白骨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纷纷融入了古皇所施展的白骨围域中 在其身前凝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白骨山峰 绽放出无穷无尽的古白光芒 朝着下面一压而下 显然直至此刻古皇才真正的展现出了道祖之威 轮回大阵内紫灵眼前一黑 两眼一翻直接昏倒了过去 却被韩丽一把扶住 而石穿空蹄魂等人面色也在瞬间变得苍白一片 扑通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金童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但脸上的也瞬间出现一层冷汗 身体摇晃不停 立足不稳 韩丽的脑海中神魂也是震荡不已 眼前一阵头晕目眩 急忙运起时间法则和练神术 这才稳住心神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道祖存在权力出手竟然可怕如斯啊 但是轮回店主此刻却微微一笑 抬手向前一勤 他身前的虚空一动 一尊遮天蔽日的六角轮盘 虚影浮现而出 那六角所对应的盘面上 泛起了一阵流光溢彩 从中飞快地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身影 形状各异 且都只是一闪即逝 令人望之 便觉得一阵无法言喻的浩瀚气息 扑面而来 这轮盘便在这轮回店主的掌控之中 似乎其中的一切都随其心意而动 随其意运转 就好像他已经掌握了万千界面 所有的生灵和生死轮回 所有的人族 魔族 鬼族 都逃脱不了他的掌控 逃脱不了轮回的下场 六道轮回盘缓缓地转了一下 只是略微一转 白骨大山顿时停在了那里 然后砰的一声 直接碎裂解体 仿佛碾碎了一个鸡蛋 化为了漫天白骨碎屑 骨黄的身影浮现而出 其次胸腹以下连同一条手臂 大半个身躯赫然已经碎裂 口中发出惊恐的叫声 转身想要逃走 却丝毫动弹不得 唉 你也曾经听说过 那些挑战我的道祖 都进了轮回或臣服于我 只是如今这两条路 你都没有机会走了 轮回店主摇头叹息 拂袖一挥 六脚轮盘上发出一股庞大的犀利 骨黄嗖的一声 没入轮回之中 漫天白骨也是一样 尽数被六脚轮盘吸收 消失不见 随后六脚轮盘随即微微一闪 融入虚空 消失不见 沸腾的虚空很快平息 空间随之复原 一切恢复了平静 轮回店主望着平静的虚空 喃喃说道 三千大道 自此又有一道归尘 也不知 他日何时才会再现了 眼见古黄转瞬之间 便身死盗消 血力等人心中的惊骇已达到顶点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当年离见他们三人的转轮王 竟然不止功于心计 修为手段更是惊人无比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存在呢 轮回店主看向血力一行 摇摇头说道 当年我的分身留你们一线生机 你们如今得以解放 就该好好苟活着 为何这般不知珍惜 非要来网诵性命 转轮王 饶命啊 血力等人已经肝胆削裂 跪幅在地 叩首不已 世人往往不知生之坚信 你们这些冥界鬼物 为何一样顽固 非要大难临头 方才毁过 可惜往往为时晚矣 正所谓自作孽 不可活 轮回店主语气漠然 目光有意无意看向韩丽 说吧 他绣袍一挥 衣袖之间 一股血色气浪滚滚而过 如烟尘一样弥漫过去 血力等人被淹没其中 一身血肉尽数化为灰烬 只剩下一句句白骨还贵服在地 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只不过一息之后 那些白骨也都化作了白色的精粉 扑洒了一地 韩丽站在一旁 只觉得心神激荡 轮回店主之强大 甚至远超了他的想象 这时候 轮回店主忽然转过头 看向韩丽 开口说道 本来也到了见你的时机 既然你自己来了 倒也省了我差人去寻你 随我入店吧 韩丽听闻此言 目光微闪 眼中闪过一丝古怪的神情 不过他倒是没有犹豫 横抱着紫灵 带着提魂等人 就朝那座大殿走去 你和交三随我进殿 其余人等 在外面等候 轮回店主说吧 便转身朝店内走去 韩丽一正 将紫灵交给了提魂 随后冲石川空等人 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不会有事 便转身大步走了进去 交三跟在韩丽的身后 抬眼看了一眼他的后背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 也走了进去 沉重的店门 缓缓地关闭 大殿内的光线便暗了下来 韩丽略一打亮四周 就发现整座大殿十分的空旷 只在殿内靠后的位置 助力着一座巨大的黑色石碑 上面以诸红笔墨 镌刻着两个古传大字 轮回 韩丽目光一扫 心神一动 看来啊 这真仙界隐匿最深 且敢于和天庭对抗之人 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 是因为其隐匿在这幽名之中 而这位神秘至极的轮回店主 虽然看似修为还不到道祖 但真正的实力 已经远超普通的道祖境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自己对眼前这位轮回店主 愈发好奇起来 不知为何 自己总觉得眼前之人 给自己一种颇为熟悉之感 且直觉告诉自己 对方绝没有加害自己之一 就在这时候 轮回店主身上忽然光芒一动 一层暗红色的淋浴 从其身体内扩散开来 将整座大殿包裹了进去 韩丽身处其中 虽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之感 但却明显感觉到 自己和外界的所有联系 都在这一瞬间被切断了 其中就包括 他和提魂等人的联系 轮回店主开口说道 韩丽 之前轮回店诸多事宜 你都参与过 与焦三也关系不浅 此番又出手相助于他 我应当成你这份恩情 韩丽随即说道 焦三对晚辈也帮助不少 此事倒也不必感怀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